有时候遇到一点小考验 很快就出问题出来 很快就会出问题 我们老信徒有什么建设在里面 我们的老信徒为了要坚持这个信仰到底 因为过去有信仰技术的体验 因为在过去 他们常常有这种很深刻的信仰体验 讲到以前的事情 讲到以前的事情 就说南西教我阿求 他们就会讲说 哇 如果不是耶稣救我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 那我现在不晓得在哪里 那不是这样让我们这个家庭看过 我的家庭如果不是主义书的看顾 我们这个家庭不可能来信耶稣了 那我们这样不可能来信耶稣了 没有不对 我错了 那是有这个民家中所谓信仰技术 散生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 确实在灵界 有一个神迹其实是 产生在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家庭的信仰 变成稳定就来 所以让我们这个家族 我们这个家庭的信仰能够稳定下来 演统到今天第四来第五代 能够延续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代第四代 因为我们时代改变 环境改变的时代进步 时代的改变 这个 这个 这个的进步 我们就感觉好想不需要神的技术 或许我们觉得说 现在不需要什么神迹奇事 当然如果没有记得说 我们就让这个家庭去没有了什么 很大的灾难 对救出一种 比神经救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是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 去遇到了什么样的大困难 在九死一生中 让神来拯救 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 那是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难免有很多问题发生 难免都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特别是比较大 比较难 只是没办法去应付的问题 尤其是特别大的问题 是人所没有办法来应付的 这时候你们能够拿出信心来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出信心 面对这个问题勇敢来克信 面对这个问题勇敢来 用祈祷来赢过 用祷告来胜过 我相信对我们信仰 应该有绝对的帮助 我相信对我们的信仰 有绝对的帮助 对 不是说今天去看医生 吃药不好 不是说今天我们去看医生 去吃药不好 就表示你没有信心 就表示你没有信心 你去找医生 吃药的过程里面 你去找医生 你去吃药的过程 加上拿到信心来基督求神帮助 然后再加上 你用信心来祷告 求神帮助 你这边观察神的作为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一面来观察神的作为 你突然发现 在神的帮助之下 你会突然发现 在神的帮助之下 比同样的问题的人 我们的进步是比较快 你在同样的状况的 跟别人的相信之下 你会觉得我们的进步比别人快 你会觉得说 神的帮助之下 让我们打得很顺利 你会觉得说 在神的帮助之下 我们凡事都比较顺利 这无非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这无非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所以神迹奇事的出现 神迹奇事的出现 有它的必要性 有它的必要性 特别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 我们用什么去跟别人比较 我们用什么去跟人家做比较 在今天这众多的基督教里面 我们也能跟别人比较 我们唯一能够跟别人比较 那就是圣灵 我们有圣灵 圣灵千金万加在我们中间 圣灵圈真万切在我们当中 有了圣灵 我们有了圣灵 问题是 我们没有圣灵发挥 它的宽敏和能力来 只是我们没有让圣灵 在我们这里发挥它的权品 没有你会发挥所有的能力 没有在教会里面发出它的权力 没有在各人心中 发挥它的因素 没有让它在个人的身上 发出它的恩赐 这是最大的遗憾 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做什么 但是有了神 但是有了神 有了圣灵 你看耶稣这个门徒 我们看耶稣这个门徒 五行节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勇敢地站起来 大声地做坚持 勇敢地在犹太人面前 来见证耶稣基督 勇敢地在犹太人面前 来见证耶稣基督 将经过 他们圣灵的历史 最初才会说一遍 他们把耶稣的历史 从头讲一遍 所以说 今天你被定死耶稣 就是救的救主 今天 你让你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就是这位救准 就是历代圣灵所应援的这一位 就是历代先知 所在讲的这个耶稣 真正因为人家说 你是耶稣问道 走到后来说 我不是 曾经有人讲说 你是耶稣的门徒 他吓得赶快躲起来 但是 跌到圣灵之后 但是 当他得到圣灵之后 他竟然站在这面前 勇敢来指责 犹太人的罪 他竟然勇敢地站在 犹太人的面前 来指责他们的罪 应该是 已经不怕死了 甚至有感觉 这不过是一个虚名 无名小组 甚至于他感觉 这只不过是一个无名的小组 哪来这种考察和能力 他从哪里来的口才跟能力呢 让别人听到 感觉赤心 让别人说 在旁边的人听到 觉得扎心 兄弟啊 我都专业办 兄弟啊 我们该怎么办 彼得说 你们要悔改 相信耶稣 彼得就说 你们要悔改 相信耶稣 你们要受罪力 得到圣灵 接受洗礼 领受圣灵 将得救的正道 很坦白 给他们说出来 将得救的正道 很坦白地向他们宣传 一场正道 一场的正道 三千人受罪 三千人受罪 打开我 这个圣灵 第一篇的报道 三千人受罪 打开五星节圣灵降临 第一次的步道 就有三千人来受洗 不是什么神学博士 不是什么神学博士 是一个习夫无名小卒 是一个当过渔夫的无名小卒 让当时的人觉得非常压抑 让当时的人觉得非常压抑 他拿来的这么可财的能力呢 是因为圣灵所付给他的能力 今天这个灵 只有这个灵 今天这个灵 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但是我们把他温重起来 可是我们把它隐藏了 我们没有把它发挥出来 甚至觉得不需要神价 甚至于说不要神机 这种想法 大大错了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就是大错了 十六章二十节 十六章二十节 主与他们同工 用神机随着他们 一个重要的前提 一个重要的前提 正式所谈的道理 就是要证实所传的道 今天在道理讲过那么多 今天你道理讲再多 对一个没体验来说 对一个没有体验的人来说 他听没听 他听归听 他不懂他的心 但是没有办法打动他的心 道理不错 道理不错 但是我又没有体验 你要印证说 你说的是真的 你要如何印证 你说的是真的 你要用什么去那里比 你用什么去做比拟 神 灵 眼睛看不到 神 神是个灵 眼睛看不到 所以只有引导他 用神机斗 所以只能够引导他 凭着信心来向神导致 从祈告上来追求体验 你想想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我们在印度没来 不是这样走吗 我们在引导木道朋友 不是这样子做吗 我们就要用这个口材 去引导他 去引导他吗 难道你是要用你的口材 来吸引他 来引导他吗 那你什么材料 要买东西来补助他吗 还是你有什么多大的财力 要来买东西来补助他吗 重来有这也没有意义 重来有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一定留得掉 也不一定他留得住 但是你我就正在印度 对基督中间 生灵的灵在里面去体验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引导 他从这个灵里面去体验 他如果有一个正确的体验 真的 你跟他说 你不要再来 他也不可能 重来 你跟他讲说 你可以不用来了 也不可能 所以结论 结论 今天真的说教会 今天真业书教会 不管社会减到什么程度 不管今天的社会 进步到什么程度 实力技术在教会中间的存在是必要的 神奇奇事在教会里面的存在是必要的 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正是有神 证实有神 看约翰伦第九章 请看约翰伦第九章 约翰伦第九章 约翰伦第九章 十五章 十五节 第九章十五节 第九章十五节 法律师人严问 他是专门 他可以看见 前面对他说 他从头 我有一点脈臼 我一岁就看见了 看二十四节 所以 法律师人第二次 又叫他以前前面的人 对他说 你应该将约翰伦 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座人 六五节 他说 他是座人不是 我不知道 但有这件事我知道 以前我前面 现在可以看见了 不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我们都知道 心不听多人的记得 独独敬奉心 尊敬一纪的 心只要听众意 三十二节 对从事以来 不听见 有人将出事是千万百千 以后了 三十三节 这人不是对心来 什么就不能做 神的基础 证明真正有神 神迹其实证明有神 犹太人重感 犹太人当中 这不是谁人 打死不相信耶稣 这些犹太人 他们打死都不相信耶稣 有基本主法可以的人 尤其是法律赛人 他们很悉气 看耶稣怕神迹 他们非常的稀奇 耶稣在行神迹 是不是求耶稣说 你能够够够够够够 甚至于求耶稣说 多行一些神迹 他们也羡慕耶稣的讲道 很有生命力 他们也认同耶稣的正道 跟他们都不一样 他们也认同耶稣的正道 确实跟他们不一样 耶稣怕神迹 比以前的神迹 这么多 耶稣所行的神迹 比以前的先知 多得更多 他们看到这些事情 非常的兴奋 听归听 看归看 就是不相信 他是神 但是就是不相信 他就是神 这也没有 他好气了 瞎眼的开 一直在他 他说 你不能说他是神 但是呢 在这28节说 你们不能 你不能说他是神 要怎样 该怎么样呢 就这些人说 你不能信 耶稣是神 跟这个瞎子说 你不可以承认 他是神 他说 耶稣是什么 的人我不知道 但是瞎子就说 这耶稣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们都知道神 没听到很多人的祈祷 我们也知道神 不听罪人祷告 唯独 敬奉神的人 神还要听他 唯独敬奉神的人 神才要听他 以前我瞎眼 以前我瞎眼 现在我看到了 现在我看到了 你说他不是神吗 你说他不是神吗 很奇怪 很奇怪哦 所以这个瞎眼 用他的 立体的神力技术 来印象 要说 其实是神 这个瞎子 用他所得到的 这个见证 来证明 他就是 耶稣就是神 他自己亲身的体验 所以神 对那些 不兴奉神的人 来说 真的 你没法解释 神机 对那些 不相信的人 他绝对 没有办法解释 你不知道 用什么例 用什么 如果说 他可以认识 你不晓得 要用什么方式 来解释 讲道 让他认同 但是 让他亲眼看 让他亲身体验到 神机奇事 就不用再辨 也不用解释 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神 没有这个事实 所以神机奇事 三星的第一个 真正的目的 所以神机奇事 产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证明 真的有神 就是要证明 真的有神 如果没有神 没有这种事情会发生 现代人 他不相信 你要用 讲传说的方式 让他相信 太困难了 所以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你来教会基督 你到教会来祷告 你来求圣灵 你来求圣灵 当你体验到圣灵 当你体验到圣灵 你就相信 你就相信了 不懂的人说 你们都嫁给我 不懂的人就说 你那都是假的 我也会装 很多外交部书 都跟信徒说 学着祷告 外交会的牧师 都告诉他们的信徒 说你们要学着祷告 学着说方言 要学着来说方言 所以有很多 教会 兄弟姊妹来跟我们教会 所以很多 外交会的弟兄姊妹 来到我们教会 跟我们一起祈祷 跟我们一起祷告 那姊妹说 他没有圣灵 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说 哎呦 你也有圣灵 你跟我说 他都教会 他没有圣灵 虽然他是外交会的 可是他好像有圣灵 我哪有可能 我说怎么有可能 传道你去鉴定看看 传道 不然你鉴定一下 那是不是真的圣灵 这是不是真的圣灵 一天 很难分辨 好像是真的 很难分辨 我当时来 当时我在担任内服教会 真的有一个外交会 现在来 祈祷人员很流利 真的有一个外交会的信徒 来到教会 你怎么找出破绽 你都没有办法找出破绽 结束后跟他沟通 但是结束之后 我们跟他来 你当时在圣灵 我就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得圣灵 你是怎样得到圣灵 你是怎么样得到圣灵 你得到圣灵的经验是什么 你得到圣灵的经验又是什么 对头给留出来 从头这样子来论述一遍 母书教官学着说方言 是他们的牧师来教他们 学着说方言 所以我说给你很流利 所以我今天的方言 我说得非常流利 刚才在讲的 破绽出来 只要听他这么讲 原来是破绽 原来他是用学的 跟我们真的百分之百一样 学的跟我们百分之百一样 你如果没有对头给留 你真的分不出说 是真的圣灵 你没有去探讨他的来源 你没有办法分辨 他是不是真的圣灵 所以有些人跟他说 你还不对 有时候的信徒会讲说 这样子 我们讲说他这样不对 我说圣灵是后来 我刚才讲说圣灵不是学 圣灵是求来 圣灵是求来的 我就翻身先给他看 他就相信了 我说你开始用五神基督 所以我说你现在开始 用五神基督 对头开始 念奉主耶稣圣灵祷告 从头开始 我们开始教我们五神基督 他就开始从头学着 五神基督 从心开始求圣灵 问题是不是有这个信心 问题是 他是不是有这个信心 如果他谦卑下来 如果他谦卑下来 他从心开始来求圣灵 相信是你的灵命意 相信神会怜悯 有一天真的对神来的圣灵 有一天真会得到 从神而来的圣灵 用欧用模仿的 你用学的 用模仿的 故意在圣灵 说你得圣灵 你自己骗自己嘛 你自己欺骗自己 这有什么意义呢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家的小孩子 小孩子都会骂人 祈祷 我们家的小孩子 有时候会学大人祷告 我们白不跳 不可以模仿 不可以学 那么家长会讲说 小朋友不可以学 小孩子不懂 因为小孩子不懂 我们要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学 你要是哈利路亚 祂没有说 你要是按规矩 念哈利路亚 祂没有主耶稣 我生日子的孙子 四月 古年零会在圣灵 我一个孙子呢 四岁 四岁的时候 去年零会在圣灵 在松山教会 他妈妈告诉他 我什么人得圣灵 他妈妈说 我某某人 他得圣灵了 我感谢主 四岁小孩能够得圣灵 不简单 我说感谢主 四岁小朋友 能够得到圣灵 不简单 我说人家 当基督就不专心 小朋友 摇来摇去 动来动去 不专心 这是八方要鼓励 这是当父母的要鼓励 他专心下去 很快得圣灵 只要专心 就很快得圣灵 所以能够对圣灵来体验 我们可以从得圣灵来体验 如果没有圣灵 哪有这个圣灵 没有神 哪有的圣灵 圣灵是神的灵 是亚绍的灵 圣灵是神的灵 是耶稣的灵 我们来看罗马书 我们看罗马书 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 第八章十六节 圣灵跟我们的心 祝福建政 我们是神的 好生的女孩 第九节 第九节 下半句 人家如果没有基督 灵就不是受基督 所以我们已经信主 帅了什么 我们信主 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 小叔你还没有这个圣灵 如果还没有得到圣灵 你一定要打明基督